大家好 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 我是童文勋 我们今天要来谈成为西蒙波这本书 这本书是朋友送给我的 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把它看完 我希望能够跟着大家去 在这个阅读的过程中 把它一起 我们就像读书会一样一起把它看完 因为它实在是太厚了 它总共在综艺本的书籍里面 除了扣除后面的注释 它总共有527页 包含自卸页 这个是成为西蒙波这本书 那是在台湾是 魏晨出版社出版的 译者是张威 那这个作者是凯特·寇克派翠克 他事实上是英国国王学院的一位教授 他教授的是哲学思想的领域 所以由他来写 由一个女性来写西蒙波娃 他收集了他 他要写他的传记 他收集了他很多的资料 花了非常大的功夫去追踪还原西蒙波娃的生活 那他收集了哪些资料呢 他收集了他跟有一些朋友 有一些责任 当代的责任的来往的书信 然后把这些资料完整的分析之后 从西蒙波娃的出生 写到他的死亡 详细的记述他的生活 日常生活 那为什么要来理解西蒙波娃 因为西蒙波娃我们看他的整个生命的这个历程 他的成长的这个年代 女性在整个社会里面 他有一个翻天覆地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变革 那也只是讲我们在现代 女性从一个第二性 就是附属于男性之后的一个第二性 到有独立的投票权 有选举权 到他可以决定跳脱婚姻 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 那这整个过程受到的冲击 然后他在艺术的领域 因为他在跟沙特交往这个过程中 其实他们是一个所谓的开放性的交往 所以他们同时还可以去发展其他的恋情 这种有点离经叛道的 到今天为止还有一些人 对于这样的一个开放性的一个交往 事实上还不能接受 当然家庭跟社会有保守主义者所主张的 就是一定要有婚姻构成的家庭 然后照顾子女 然后在财产上面财产权上面 有怎么样的法律的保障 这个当然是社会 形成社会的结构一个非常基础的东西 但是西蒙波波他以他自己的生命的历程 以他自己的生活 他的生命要怎么说呢 用他自己去试炼 试炼什么呢 他曾经跟女性交往 是他的学生 他曾经跟不同的男性交往 那个年龄可能还有落差 那当然他跟沙特的交往 形成他们两个 后来为什么沙特是沙特 西蒙波娃之所以为西蒙波娃 他们两个交往的过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 所以有朋友跟我谈过这样的事情 他就觉得说蔡英文的生活为什么会很很拽 他对有很多事情的理解应该好好去谈一场恋爱 我就觉得这个这是他的私领域 但是一个人是不是很dry很dry很dry很甘 没有其他的素材 或是他不能够理解这个社会的完整 完整性 可能跟恋爱这个议题是有关系的 这确实是值得观察的一个角度 但是成为西蒙波娃这本书 为什么值得放在我们的书架上 甚至我们会推荐说 台湾的女性应该都要有一本成为西蒙波娃 你未必能够读完西蒙波娃所写的第二性 那么大部头的书 可能也没有那个耐性把它读完 但是看完西蒙波娃的传记 就像在看故事一样 看他跟不同的人对话以及书信的往来 应该可以藉由这本书 就像一扇窗户一个望远镜 我们可以透过这扇窗户这个望远镜 去看去理解西蒙波娃的勇气 他如何成为自己 如何在各种 甚至他犯了错误之后 他也能够坦然的面对自己的错误 承认自己在什么事情上面犯错 然后自己选择的恋爱 应该是如何 他的实然面是什么 他的可能会受到批判 他也坦然的接受 所以我常说我们之所以为人 那你降生为男性或是女性 这个已经是天生的 在降生的那一刻就决定了 但你可以决定你自己要不要做成 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 那什么是真正独立的人呢 你先是一个人你才有男人女人的区别 你才有你是哪一个国籍的人 你才有你是哪一个政党 我们常常道果为因 我们把最后的那个身份的区别 拿来当作是取代了我们身为一个人 应该要坚持的东西 身为一个人要坚持的东西是什么呢 以新文部外来说 我认为他最后的追求就是 一个自由的灵魂 一个自由的生命 然后对于自己的选择 能够坦然接受坦然面对 这种勇气就是西莫波他从他出生 一直到他死亡 整个的历程演练一遍给大家看 所以他除了在艺术领域之外 其实后来他投身 做了很多社会的议题的这种倡议 也跟这些 他其实很在乎自己的私领域 不希望花太多时间在这上头 可是他还是去做了 用他自己的知名度跟社会的影响力 去参与了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活动 所以要说西蒙波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我不是这么看待他 我自己也认为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我只是认为说既然这样身为女性 那么有一个非常基本的工作就是 你不要当错 你不要成为一个模仿者 什么是一个模仿者呢 你为了要进入职场 你为了要在学业上面或是工作上面 得到杰出的发展 被肯定 所以你就去学习 你可以学习跟模仿的对象是什么 都是男性的长辈 或是在职场上面男性的长官 你如果这么做 就一个女性来说 你如果这么做 你只是一个copycat 你只是一个模仿者 那模仿者永远活不出自己的精神 活不出自己的灵魂 所以我们常常发现 有一些职场上的女性 比男性还要怎么样 冷酷 比男性还要强硬 事实上这个都是一个copycat的一个表现 她并不是能够展现自己 或是她在服装上面去模仿 或是刻意穿的去除性别的特征 我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 就像我其实整个求学的过程 很多人说北女毕业的 我其实是整个求学过程 从我幼稚园开始 从幼稚园开始到国小到国中 到大学到研究所 其实我最讨厌的学校就是北女 为什么呢 在那个学校里面 就是纯粹的女校 然后大部分的同学 其实都很杰出 都很聪明 可是不免还是有一些人会拉帮结派 或有小圈圈 然后专注在课业上之外 这个学校因为就在总统府旁边 然后在我在学校的时候 事实上是教官治国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他那个党国的思想 非常的浓重 然后教官表面上跟同学们之间的关系 好像打得很好 大家也都很友善 可是事实上他是有任务的 其实我非常讨厌那个学校 我觉得在那个学校里面 并不能活出 或是嗅到自由的空气 可是这个学校已经比当时的 所有的高中来说的环境来说 他已经是比较自由了 以江学术校长传下来的 我在学的时候是邓玉祥校长 以江学术校长他们带来这种学风呢 就告诉大家就是说 我们要注意头皮以上的东西 而头皮以下的东西 不是头皮以上的东西 什么是头皮以上的东西呢 就是你头发 那时候都要剪耳其的这种头发 把自己搞得丑丑的 你不要在乎美丑 北英学学院不要在乎美丑 你应该要在乎什么 是你的脑袋 你要在乎你的智慧 其实这种恶分法是非常没有必要的 我们可以同时美美的 也可以同时很有智慧 你为什么会害怕说你去展现一个 你天生以来的天赋的这种特质 你应该可以把它发扬光大 你仍然可以拥有自己的 追求自己所喜好的 追求自己所想要的幸福 这两者是不违背的 那所以其实有人问过我 你对于同性恋是什么看法 其实女校里面常常会有这种 同性密友期 感觉好像这个感情很好 是不是同性恋 或者是说是真正的 这个同性伴侣 你到底有什么看法 我们下一段进来 这个观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手脚冰冷别烦恼 暖胃暖宫护腰 行动电源水擦即用 可水洗可拆开使用 爱用者推荐健康首选 我觉得要谈我对于同性恋的看法之前 我想要谈的一件事情就是 台湾女性其实还没有达成这种个体的独立性 我们常常附庸在家庭里面 所以我们看老一辈的我们的母亲 她附庸在家庭里面 她一辈子牺牲了自己 付出在家里面做付出 养儿育女 打理家庭 然后成就的是什么 成就的 往往是父亲的事业或是工作 那有一些父亲没有办法扛起家计 母亲就要去扛起家计 可是仍然她是一个隐形的 她虽然不是像以前古代称为什么王室、李室、张室 那其实她的民性也通常都是隐匿的 不彰显的 那儿女跟母亲之间的这种亲情 那这当然是如人饮水能卵自知 有一些亲子关系很密切 有一些亲子关系很恶劣 这个我们都不说 我们今天只说台湾的女性 在成为一个附属的一个状态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可是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挣扎 那所以 送我书的朋友就告诉我说 你去想想看 有一个女人每一天 这一辈子每一天 就是结婚之后 每一天早上跟同一个男人吃早餐 这个心情是什么 我们其实看到很多的夫妻配偶 到最后就是一对怨偶 然后讲话非常的毒啦 甚至到最后都不讲话 就是两个人就不沟通了 那为什么 然后我看到更多 我其实在前几集有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台湾的女性 对于台湾的政治人物 或是艺术家 我们以这两大类 台湾女性对于艺术家的宽容度还蛮大的 还有对这个政治人物宽容度蛮大的 或者我们讲说崇拜吧 或者有一些人也会崇拜律师或是医师 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两类 有一些人崇拜律师或医师 然后就去成为医师或是律师的这个配偶 可是往往这些女性在想什么 她们的这个医生先生或是律师先生未必知道 这些女性想的是什么 先生的社会地位的荣光以及赚来的钱 可以让他过着非常忧郁的 非常富裕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然后又享有社会地位 那相对的他就要把他生活打理好 这个是台湾很多男性其实不了解女性在想什么 这是我们在植草上面 或是我们在亲朋好友中间 我们常看到这样的现象 她真的不知道女性在想什么 那我们讲另外一块就是 有很多女性其实在经济上是独立的 可是呢她在灵魂上面呢 她却全力的去support呢 去支撑这些从政的人 从政的人或是从事艺术创作的人 无怨无悔 当然人很难做到无怨无悔啦 但就是金钱或是身体去支撑 那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位大佬 政坛的大佬 影响很深的这个大佬的去世 那很少人谈到她在学校的时候 可能跟女学生啊 关系匪浅啊 有非常密切的这个连结的这个情况 那如果换到今天来看 你会对这样的教授失于什么 很严厉的谴责啊 因为教授不应该跟学生 或是助教 发生关系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是因为这有一种 这种职权的一种关系 职务的关系有上下的关系 那这种职权的关系 他可能会决定说我要不要 我要不要决定你要不要成为这个助教 的这样的一个 给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机会 对不对 然后给学分啊 给分数啊 给成绩啊 所以这个有道德的风险 所以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恋情 是不被祝福的 那何况是跟很多人这个发生连结 那你可以说当一个人 你要盖棺论定的时候 你必须要整体来看 所以这一块呢 其实也都不能够被磨灭 那相对来说你要看台湾女性 为什么对于这些人有莫名的崇拜 然后愿意在金钱 在身体上面给予支持 我认为这个是因为台湾女性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 普遍的达成个体的这个独立性 谈恋爱之后可能就昏了头了 那进入婚姻状态之后 有社会的氛围 有个人的选择 于是就自己的这个主体性就被磨灭了 那要怎么样达成这样的一个个体的独立性呢 其实一个国力的 国家的国力的这个强盛 或是强盛与否 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 男性跟女性是不是同时都展现出最大的爆发力 生命力的展现是不是展现最大的爆发力 如果我们今天女性只是一个第二性 只是站在男性的背后 或者说只是模仿男性 表面上我们看到政坛有一些政治人物是女性 那这个就是女性的地位的改变吗 女性不是第二性了 女性坐上总统的位置 于是女性的社会地位 在这个国家是完全都改变吗 这不是 这个不能够同日而语 尤其那种模仿男性的女性 一旦坐在大位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可能是反过来迫害 或 你说迫害是主动性 它事实上会形成一种氛围 让女性更没有出头的机会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呢 如果说今天台湾的女性强大了 这个所谓的强大是个体的独立性的觉悟 它不再是谁的附体 它不再是谁的附属 它不是为了谁而过日子 那你会发现说国家突然 增加了一倍的实力 这个一倍的实力就在于 有一群人完全觉醒了 他先是人 他才会有区分是男人或女人 或是我们今天还说有第三性 有其他的这个性别的这种选择 那么国家会强大 可是相反的 你如果一直抑制这一些人 包括还有一些家庭认为 女性不需要有太多太好的学历 然后你可能就是去 去当个洗头妹 能够能够养活自己就好了 那不想要栽培 在有限的资源 不想要栽培女孩子 其实还有很多家庭 是这样的这个状态 未必能够达到 让所有女性可以有充分的发挥 可是这个事情如果可以改变 女性的能力实力 如果可以被提升的话 其实这个国家就变成 有两倍的实力 不是吗 所以这个事情 我们拿来跟这个 同性恋的问题来做比较 要怎么比较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就是 不要模仿 你今天是一个 第二性的话 那所谓的第二性 它就是只有抄袭的思维 第二性 男性之后的第二性 它只是男S 就是复制男性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比如说 最近我们在讲旗袍 有人来演讲旗袍 其实旗袍这个并不是骑人穿的衣服 旗袍呢 我小时候听那个老人家讲旗袍 是怎么讲的 登沙 长山 长山 为什么叫登沙呢 长山呢 就是五四运动的时候 就是五四运动的时候 女性呢 想要有 一样有这个求学的权力 所以在中国呢 五四运动之后呢 有很多的女性穿什么呢 就穿蓝色的长袍 他们也穿长袍马褂 所以叫做长山 然后这个长山呢 到了 这是民国初年嘛 这个长山一直到了 什么时候发展过来的 就是到了国民党 到了台湾之后 在1945年之后 1948年之后 那么慢慢的 我们从衡阳录了一些老照片 我们可以请导播进来 有一些电影 就是我们讲 民国初年的话 看这个寝城之恋好了 寝城之恋的剧照 这个林青霞穿的这个衣服 就是长山 那个就是旗袍 后来到了衡阳录的时候 台湾的衡阳录 在1950年代 你看那个衡阳录 它开始收妖身 所以这个旗袍 从长山到收妖身 那收妖身的最典型的这个剧照 应该就是张曼玉 他在花样年华吧 这个电影里面的剧照 他的衣服 窄到几乎不能呼吸 那据说这个幕后的这个 这个花絮是说 张曼玉在剧照里面 很多的衣服 事实上是背后拉链是没有拉起来的 它是夹起来的 所以才能够产生那么好的这种身段 这种展现 事实上人的衣服旗袍是没有办法这样上身的 那后来在台湾这个衣服就被叫成旗袍 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其实它跟旗人一等关系都没有 好那所以其实你看了 女性从要走出来要争取这个就学 就业的这个机会 其实一开始模仿的是男性的长衫 连衣服都要抄袭 所以什么是第二性 第二性只有抄袭的思维 那么所以我一直反对 就说今天同性婚要纳入民法 因为民法在最初的这样一个制度里面 它是一个制度的形成 是异性婚 形成家庭 然后繁衍子嗣 是这样的一个思维 那么同性的这个婚姻 其实应该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你要创造自己的制度 你不要去copy 不要去当一个copycat 去抄袭这个异性婚 因为异性婚有它的特质在 人家有已经形成的 叫什么叔伯啊 舅妈啦 这个爷爷奶奶啊 你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不要抄袭 所有的事情就是 你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得到尊重 应该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而不是要去改变别人 这是非常基本的东西 那所有事情都尊重 有人从宗教的领域 宗教的角度来看 同性婚姻 我认为 其实人 累生累世 这样的可能转世 轮回 有时候是男性 有时候是女性 所以有人在到这一世的时候 他的男性特质 女性特质 不一定 不一定 不因为你的生理 是男性或是女性 所以你的心理 是男性或是女性 得到的刺激也不一样 所以这跟过去 现在的人的社会压力 跟过去只有更重 没有更轻 所以对于同志的这个问题 我认为 要跳脱抄袭的思维 这个也解答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身为女性 你要跳脱第二性 你就必须要跳脱抄袭 所以我们回来看台湾 很多人说台湾现在 已经有一个女总统了 所以这个我们 女性的这个社会地位 已经得到改变了 你去问所有的女性 真的吗 那有的男性会开玩笑 就是说现在不是男女平等 是女男平等 在家里男性没有什么地位 那通常是因为 这些女性 在家里的女性 扛起了所有的家计 甚至内外兼顾 那男性已经没有什么角色 可以扮演了 那你在现实的选择下面 当然要屈服在这个妻子 或是母亲的隐灰之下 这不代表 台湾的女性的地位 已经被改变了 要知道我们在职场上面 有很多的女性 明明表现得比男性还要好 你得表现得比他好 你的公关能力还要比他强 你还不能 不一定能够爬到 应该有的位置 我们在医院的体系里面 我们在法院的体系里面 我们在律师的体系里面 都一样 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现象 所以女性在职场上面 在台湾并没有真的脱离第二性的这种角色 那蔡英文呢 蔡英文你从她穿着打扮你就知道 她是一个模仿者 她是一个男性的模仿者 她的处事的方法也是一个男性的模仿者 她从来没有展现出女性的阴柔的这一块 柔软的这一块 有温度的这一块 就是女性的特质的这一块 她几乎都是把它隐匿掉 删减掉 直接把它剪掉的 而我们谈了几次了 就是蔡英文所代表的是一个假民主跟假法制 假民主跟假法制比威权 比极权还要可怕 是因为它麻痹掉你 让你认为说 你不用再去争取真正的自由平等 那过去在威权体制底下 蒋经国他所留下来的遗序 什么是遗序呢 他留下来的资产 蒋经国资产 蒋经国文化 就是他有他的所谓的亲生子 这个亲生子传承了他所谓的蒋经国文化 那当然是以宋楚瑜跟马英九 他们在竞争真正的家生子 真正亲生子的这样一个地位 不知道谁抢赢 宋楚瑜当然是 避逆一切他认为他就是真正的传承者 所以他为什么在当时 就是主流非主流之争的时候 他会出来挺李登辉 相信就是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才是真正的传承 他为什么没有去听从蒋素美宁的指挥 就是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才是真正的亲生子 所以除了亲生子之外我们讲过 蒋经国他培养出来这样特务的体系 控制社会这样的一个体系 所以培养出这个私生子 我们讲的私生子 这个私生子就是耀北亚的文化 是隐匿的 不可见人的 不可告人的 然后私生子自己本身也不敢曝光 那蔡英文是什么呢 我认为他是威权政治的家生子 什么是家生子呢 现在很多人去看中国的这个公斗剧 宅斗剧 对不对 所以就会知道什么是家生子 因为过去在奴仆奴隶可以买卖的时候 人口可以买卖的时候 其实在民法 台湾的民法 中华民国的民法 其实在民国十几年的时候 都还有妾 还有这个奴仆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在 那个制度在民法成立之后呢 才被废止的 在之前事实上还可以买卖 那我们还知道说 其实台湾早期的这个家族 这个在嫁女儿的时候 甚至还会陪送 这个 贝女 婢女 事实上在民国的初年 事实上在 民国三四十年的时候 还有这样的陪送婢女的这样的一个 习俗在大家族 我都还认识这样的人 那么后来是因为这个不可以人口贩卖嘛 所以 所有人都变成自由生了 那这是后话 好 但什么是家生子呢 就是奴仆 买卖来的这个奴仆 类似奴隶的这种地位 奴仆 他们在家族里面所诞生下来的这个孩子 一样是奴仆 所以到今天为止有很多的大家族 他们当时 在譬如说我们台湾的五大家族里面 像邻家 板桥的邻家 或是雾峰的邻家 他们有这些家生子 或是管帐房的 他们对于家族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还是非常崇高的 老一辈啊 这些家生子看到家主的时候 事实上是要跪下来的 我一直到当律师之后 我还看过这样的情况 是他们看到家主的时候是要下跪的 我给我很大的冲击 因为我总觉得 我们这种战后很多年之后才出生了 成长在一个所谓的民主的社会里面 你不会感觉到这种加生子的这种 这种氛围 可是蔡英文呢 就我们对他的研究 就是在我们总统青春故事馆 这本书里面所披露的 事实上他们家从他的父亲 在蒋家的 尤其是军系的这样系统的避孕之下 是一个恩必四重的这样的一个 地位 所以他等于是蒋家的奴仆 所生的 他是属于家生子的这样一个地位 所以除了他本人之外 他有这种 他有这种抄袭仿冒男性 成为一个家主 成为一个主席 成为一个总统 他仍然是第二性的状态 他从来不是女性出头天的代表 他甚至因此 你看他这个 当了总统之后 有哪一些女性的主管出头天 没有 他所使用的 除了老男男之外 就是一些老绿男的 那么 所以他也是威权政治的这种加深制 他并没有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 也就没有办法 把这个台湾从旧的制度里面 旧的社会 这种匠纲的威权的这样的一个匠纲里面 往真正的民主自由法治来走 所以其实所有的觉醒 我认为重中之重 还是在于 让这些有情有义的台湾的女性 能够觉醒 那西蒙波娃的这个第二性 或者是说 西蒙波娃的传记 这不是他自己写的 是别人帮他写的这个传记 是台湾的女性 非常好的一个启蒙的书 那我也非常谢谢 这个我的好朋友 送我这本书 让我可以好好的来阅读 那因为这个礼拜呢 我们会有一个连续假 就是五一劳动节 因为刚好适逢礼拜天嘛 那所以这个礼拜呢 我就会逐步的把这本书 跟大家阅读完毕 那大家就轻松一点 我们有时候谈谈疫情 有时候看看这本书 那也是因为要做节目 就得在个抢时间把这本书 很快的把它先读完一遍 才可以跟大家介绍 这本书的内容嘛 所以也希望这几天呢 我们接着会一直谈这个题目 一直谈到五一劳动节 那所以希望朋友先去买这个 西蒙波娃 成为西蒙波娃这本书 买了之后呢 我们就照着这个章节 可能一次一百页好了 我们就可以分五次就可以把它读完 好 我们一起努力把这本书给读完 好 我们下一集见 手脚冰冷 别烦恼 暖胃暖宫护腰 行动电源水擦即用 可水洗 可拆开使用 爱用者推荐 健康首选 欢迎订阅 喝纯净咖啡 听最真诚的声音 口感香醇 把人生的甘甜 酸苦 完美搭配 跟人生和解 跟自己和解 纯净咖啡 让心灵纯净 支持We.TW 喝好咖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